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拉巴指的就是安曼 早在三千多年前 安曼便是一个小王国的首都 当时叫拉巴斯·安曼 信奉古埃及太阳女神 及阿蒙女神的阿蒙人 曾在这里建都 称她为阿蒙 意思是受到阿蒙女神的保佑 这座历史悠久的山城 坐落在七个山头之上 曾先后被亚述人 迦勒底人 波斯人和希腊人占领 公元前四世纪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这里后 其下属费拉德尔修斯将军 指挥扩建此城 并用古埃及托勒密二世的名字 称呼这座城市为费拉德尔菲亚 后来罗马人在这里统治了几个世纪 一直沿用安曼这个名字 由于安曼处在东西方交通的要道上 自古这里便是繁华的商业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安曼成为约旦的首都 2007年1月14日 我们兄弟摄影队抵达安曼后 中国驻约旦大使龚小生 和约中有协主席法耶兹 萨赫迈特在大使馆内 举办了隆重的仪式 欢迎我们 当地文化界 商界 新闻界的众多朋友 和华人华侨参加了活动 你们的这个工作将是对增进 这个中安人民的相互了解 和中安有一个发展 以及两个 双方 经贸 科学 文化 各个各种发展 做重要的东西 约中建交三十周年 即约中有协成立二十周年来 两国关系持续发展 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今后 约方将与中方一起努力 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双方 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欢迎仪式后 龚小生大使 欣然接受了我们兄弟摄影队的专访 畅谈了约旦当前的局势 以及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约旦的战略地非常重要 它东边是伊拉克 南边接沙特和埃及 西边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北边是叙利亚 所以它正好处在这样一个中心位置 这是这一点 所以它在阿拉伯国家当中 是出一种独特的地位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 大家都知道中东问题非常复杂 那么中东有好多热点 比如现在巴以冲突 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了 伊拉克危机 现在也是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对吧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还看不着解决的曙光 是不是 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 每天都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 那么但是约旦在这样一个复杂和危险的国际环境当中 它是以一个和平的绿岛来组成的 所以约旦的稳定安全 在中东具有独特的位置 约旦在西伯来语中的含义是水流极下 它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最早的城邦建于公元前13世纪 7世纪画在阿拉伯帝国版图内 16世纪归属奥斯曼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它被英国统治 直到1946年3月才独立成为约旦王国 虽然中东战乱平仍 但约旦从独立以来60多年里 却很少像其邻国那样发生大规模动乱 其原因在于约旦非常善于 在夹缝中求生存 在立国之初 它便与美国结盟 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忠实盟友 另一边 它与长期跟美国对立的伊拉克 也有着兄弟般的友谊 在现有的阿拉伯国家中 约旦是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的三个国家之一 这样面对水火不容的巴以争端 约旦则是少数几个能够调停二者关系的国家之一 龚大使认为 这是约旦之所以成为中东绿岛的原因 不过近几年来 恐怖分子也将目光瞄准约旦 刻意在这里制造事端 2005年11月9日晚上9点多 约旦首都安曼的三家美兹大酒店 利生 凯月和天天 发生三起自杀式连环爆炸 造成除三名自杀袭击者外的67人遇难 300多人受伤 让约旦这个中东的安全绿岛 一夜间蒙上了恐怖阴影 令众多中国人关注的是 刚刚到安曼访问的中国国防大学的三位学员 孙静波 张康平 潘伟 在这次连环爆炸中不幸遇难 在他们遇难的天天大酒店门口 一位现场目击者向我们叙述了当天的情景 这里就是三个中国人遇难的地方 发生爆炸时我就在大唐工作 但晚有一位自杀袭击者闯到酒店门口 被保安拦住 看到保安对他有所怀疑 这位袭击者就转头向外走 在门口拉响了炸弹 这时恰好中国的几位客人回到酒店 他们刚下车就碰上了自杀袭击 三人当场死亡 另外还有一位受伤 当时一片狼藉的爆炸现场 现在已经完全修复好 但人们心灵的创伤却难以修复 为纪念这三位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中国同胞 我们兄弟摄影队特意在他们遇难的地方献上了一盆花 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 虽然这次恐怖袭击并非针对中国人 但也给不少中国人留下了心理阴影 龚大使表示 这一事件并没有影响约旦整体的安全局势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当中 就说中东是一个战乱 恐怖事件批击发这样一个地区 都感到害怕 它的旅游价值 或者它的重要意义并没有显现出来 那么每天报道的 大家看到的都是很多突发事件 恐怖事件 流血事件 而看不到它的悠久的文明 保存非常好的估计 另外心心向荣的建设 近年来中约关系发展很快 到访约旦的中国团组非常频繁 加上中约旅游协定的签署 和约旦较较稳定的局势 来约旦旅游观光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 由于约旦与美国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 很多中国商人在这里投资办厂 招纳中国工人 此外 约旦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和华人 他们有的从事餐饮服务业 有的从事小商品贸易 在去安曼约12公里的萨哈勃 侯赛因合格工业园区内 我们兄弟摄影队采访了一家中国人 开办的时装厂 这家企业是2001年香港商家投资建设的 共招收5000多名内地工人 主要生产CK等名牌服装 其中90%的产品销往美国 其余的销往欧洲 年销售量达800多万件 据了解 由于约旦的合格工业园区 是美国在海外的四大延伸工业园之一 在这里生产的产品被视为美国制造 因此根据约美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约旦工业区法规规定 园区内生产的产品享有多项优惠待遇 可以免税免配额进入美国市场 近年来 由于欧美对华仿制品政策充满变数 围绕开美国贸易壁垒 中国内地不少成熟的纺织品服装企业 也开始向约旦合格工业园区扩张 投资上百万美元在这里建厂 直接出口产品到美国 是 刚开始来的好困难呢 语言呢 人根本沟通不了 是不是这样的 他不 蒙特拉人呢 他不一定全部都懂英语 他懂他当地的话 现在还蛮好 他也学一点中文 我们也学一点英语 还有也学一点那个蒙特拉语了 简单的 简单的 我们公司和他的那种 已经进入一种友情的那种阶段了 好像国家与国家的那种级别 好像都没有了 都像是朋友一样的工作 他在这里工作非常的开心 据统计 从1977年中国与约旦建交以来 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 2006年 两国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 其中中国向约旦出口9.7亿美元 约旦向中国出口为5000万美元 目前有超过15家的中国公司在约旦投资 投资领域包括服装 食品加工和机械制造等 一方面我们更加重视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重视在双边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另一方面从阿拉伯国家也更加看重 中国的市场 看重中国的发展 很多阿拉伯朋友们都说 未来的时机是中国人的时机 当然这是一种战域的表示 但是也说明了 中国的发展确实在阿拉伯国家 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 所以它在这种大的背景和前提下 双方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 约旦国家比较小市场 相对来讲就说比迪拜要差一点 但是中国的市场也是到处都是 对吧 我们的家用电器 包括海尔 在这已经是知名度非常高了 我们的家具 服装 鞋 小五金 小百货 都有很多在这几乎是充斥了市场 有很高的知名度 很受这个约旦大众的欢迎 那么近年来 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质量越来越高的产品 进入了约旦的市场 比如说我们 我们那个华为 深圳的华为 那么它是从事那个通讯产品的 那么在这儿已经进入约旦市场 而且取得了良好的那个成果 海尔是中国企业投资约旦的成功典范 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1390万美元 2005年3月 海尔集团与约旦MEC集团 合作投资700万美元 在约旦建设的海尔中东电器有限公司 落成并投产 我也希望约旦能够成为你们的第二故乡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和中国的海尔合作 我们确实是一个合作伙伴 而不仅仅是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企业 我们从五年前呢 开始在约旦这边建立这个海尔工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对这个品牌不断地进行推广 那么事实上呢 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海尔的理念 在这个中东地区树立起来 在约旦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应该是一个number one的企业 根据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规定 海尔在约旦的这些产品 名义上由中国造转换成约旦造 不仅便于打入中东市场 而且避开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 既用美国对约旦的优惠政策 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市场 目前海尔约旦公司的产品 主要销往伊拉克 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周边国家 并开始向美国 欧洲市场渗透 显然中国企业进入约旦 是在全球商业贸易的棋局中下了一招好棋 约旦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 实际上在这个就是包括约旦在内的 中东的核心地区 包括巴勒斯坦 约旦 徐利亚 黎巴嫩 它是处于一个中东核心地区 那么又处于一个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枢纽 所以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这个所有的大国要争夺的地方 为什么它要争夺这个地方 就因为这个地方 它对那个商务 对这个军事上都非常重要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有很多这个百年甚至千年经商的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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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大家族 所以这个阿拉伯商人 这个我们从一千零一夜里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阿拉伯商人是非常有名的 今天这个我不知道你那个什么 就在纽约我在纽约工作过 纽约这个白老汇大街旁边很多商店都是这个阿拉伯商人的 那么这里边呢 主要的应该是这个巴勒斯坦 约旦 黎巴嫩这样一些国家的 所以它这个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这个从这个历史上看 这个包括约旦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 原本在这个石油发现之前 海湾国家的石油发现之前 最富裕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应该是这一块 在不少中国人走进约旦经商旅游的同时 一些约旦人也前往中国 感受中国古老的文化和现代生活气息 阿拉伯国家的第一位女作协主席 约旦作协前任主席 尼纳德·哈提布 就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的人 在她担任作协主席的四年中 就曾两次率约旦作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 说起那两次难忘的经历 她非常开心 我很荣幸两次访华 中国的长城让我非常喜欢 我参观了中国的一些城市 从官方到民间的接待都很热情 特别是中国作协的接待非常好 我还去了一个花园之城 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 尼纳德·哈提布是一位阿拉伯富商的遗孀 继承了大笔遗产 独自住在一座上下两层达500多平方米的洋楼中 作为约旦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教育家 她经常出访欧美及阿拉伯各国 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文化活动 上至王室贵族 军政要人 下至黎明百姓 泛夫走卒 她都深入地了解和接触 如此见多识广的她 对两次中国之行仍是感到非常新鲜 这两次访问发现中国变化很大 越来越现代化了 我很感叹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 第二次去参观的地方 与第一次看到的一点都没有重复 在她家的客厅中 陈设着世界各国精致的工艺品 其中有许多来自中国 一个两米高的中国大花瓶 一个一米高的木雕布袋和尚 还有地上的中国地毯 足以看出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她自豪地表示 这个大客厅是约旦与中国友好的象征 是中阿两种不同文化的交融 这次去她家采访时 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工作人员 又给她送去一对春联和灯笼 让她爱不释手 中国是与约旦作协第一个建立联系的国家 我们感到很荣幸 所有这些友好关系 都得到了阿卜杜拉国王的支持 以前的国王和王族也很支持 这对发展两国的社会政治文化 都很有促进作用 在约旦这个和平的绿岛上 约旦人与中国人的友谊 通过旅游 商贸 文化交流等方式 一直在友好的延续发展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